好的好的 Jessica你开始 那我们就先开始了 那我现在已经开始录了 那我今天呢 就是我们那个理学院的一个分享 然后是我们国际部的经理 谢老师 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还是老规矩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呢 在他做presentation的时候 可以把这些问题打到我们的checkbox里面 然后做完这个分享之后 我们会看一下能回答我们就回答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李我们可以开始了 好的好的 Chris好 大家好 今天呢参加的老师不太多 但是呢其中也有几位老师 也和我都有微信 比如说像这个Chris 我也联系过 TUGO 还有Tim 这些老师大概都和我在微信上交流过 好 我是奥克兰大学国际部的李 那么我在二大的国际部呢 我专门分管这个Faculty of Science 理学院 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做一个简短的理学院的介绍 然后之后看看你们有什么问题 我也非常愿意回答 好的 然后呢在屏幕上你们能看到有两个我 不好意思啊 我呢现在是在手机上和电脑上我在同时login了 因为我这个家里呢有时候电脑有点慢 所以呢我是在手机上连线呢给你们分享这个PPT 好的那我就现在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好的 奥克兰大学呢一共有八个Faculty 有八大学院 简单的讲呢这个文理工商法律等等都有 那么在这八大学院中呢 最大的一个学院叫学部也可以 那么我们英文呢就叫Faculty 实际上最大的一个呢是我所负责的这个理学院 Faculty of Science 奥克兰大学的理学院在新西兰是最大的 最领先的一个理学院 那么为什么说它是最领先的呢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 无论是从课程的开设的这个范围 专业开设的范围 还是从专业的在本国的排名 还有在世界上的排名 以至于我们Faculty参加教学的老师的这种研究成果的 这种优秀的程度 所以呢就决定呢 澳大的Faculty of Science 是新西兰呢最优秀的一个学院 好在我工作的这个Faculty of Science呢 我们一共有十个科系 那个这十个科系呢 同样我也不这个一一的过 但是大致的呢 这些科系就是在下边几个 这个特色专业中 像心理学 心理学系 计算机科学系 统计学系 环境科学 运动科学 还有其他的啊 还有这个数学啊 化学 生物啊等等 都是我们这个十个院系中的 好 那么在这个理学院呢 我们讲到最大 是新西兰最大的理学院 也是奥克兰 也是奥克兰大学一个最大的学部 啊 那么一共在校学生 约有八千学生 这个是在这个 注册在Faculty of Science 下面 约有八千 那么其中大概有多少国际学生呢 国际学生呢 约占百分之十八 啊 在人数上 差不多是一千四到一千五 国际学生 来自于世界上很多的国家 那么近年来呢 我们也 接收了越来越多的这个中国学生 中国学生呢 呃 现在也是兴趣 也是家长 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 都是非常愿意呢 呃 发挥个人的充分的兴趣 所以呢 在奥克兰大学的各个学部呢 都有中国学生 啊 好的 下一个啊 OK 好 这个呢 是奥克兰大学的 呃 主校区 今天来呃 参加这个活动的老师 可能一部分是在奥克兰 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其他老师 是在新西兰其他地方的啊 啊 Cross Church 啊 等等的 啊 这个呢 照片就是奥克兰市中心的一张照片 呃 其中呢 画框框的这个地方 是奥克兰大学的主校区 啊 我们的City Campus 啊 呃 我的负责的这个Faculty of Science 呃 主要的教学 教学楼 实验室 办公室 主要呢 都是在这个奥大的主校区 OK 好 接下来的一张照片呢 呃 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除了主校区之外 我们Faculty of Science 实际上还有在另外两个校区呢 有教授课程 啊 这两个校区 一个是 Lea Marine Reserve 啊 另外一个是 Wahiki Island 啊 比较熟悉奥克兰的 呃 老师呢 可能知道奥克兰的北岸 往北岸呢 继续往北走 啊 去奥克兰市中心 开车 大约 呃 一个半小时的一个地方 靠海 非常优美的地方 这个地方叫Lea 啊 那么在 这个地方呢 也就是这张幻灯片的 底下的 下边两张照片 有有海的 靠海湾的那两个地方 啊 那个地方叫Lea 呃 我们在那里呢 有一个海洋科学校区 我们的Marine Science 海洋科学的教学呢 在这里进行 啊 好 另外的三张照片呢 是我们的这个 叫Wahiki Island 校区 在Wahiki Island 我们有开设 研究生层次的 啊 酿酒科学啊 葡萄酒科学 酿造 开设这个专业 啊 那么无论海洋科学 还是这个酿酒科学呢 都有我们中国学生 呃 近年呢 来报名 来参加这个学习 好 接下来呢 两张照片呢 两张图片呢 呃 也都是一些 不同的照片啊 呃 看一下我们 这个理学院的 这个设施啊 好 这张呃 幻灯片呢 你们看到上面的 两张照片 就是理学院大楼的 这个lobby的大厅 呃 这个大厅的环境呢 非常的好 呃 也非常的 这种人性化 呃 学生呢 可以随意的在那边 学习啊 休息啊 呃 都可以 啊 然后底下呢 可以看到 呃 幻灯 看到这个实验室 然后右 右下 右下 这个地方呢 是 呃 这个研究生 呃 博士生 呃 硕士生 他们吃饭 休息的地方 所以这个条件 还是非常好的 好 同样 这张 呃 幻灯片呢 也是由四张照片 组成 啊 可以看到那个教室 啊 然后看到右边呢 两个呢 是实验室 啊 刚才我讲了 我们这个环境呢 非常的人性化 学生呢 可以随便的出入 这都是这样的 啊 当然实验室呢 我们也非常注意安全 实验室的话呢 那不能说学生呢 谁就随便出入了 啊 这样学生 进入实验室的话 还是有非常完善的 这种 叫Safety measures 这种安全的措施 啊 好 左下呢 这个是 理学大楼的这个外面 啊 外观 好 这张照片呢 它拍摄呢 是在这个 Simon Street和 Wellesley Street 交口的地方 好 那么 我刚才提到了啊 近年来呢 我们理学部呢 也接收了很多 亚洲的学生 来自于不同国家的 还有很多的 其中有很多的 中国学生 来参加我们的 专业学习 啊 那么理学呢 实际上能够给学生呢 带来这个未来的 很多的不同的就业机会 啊 学理科的学生呢 并不意味着 未来就一定是说 一定是在实验室里面 做实验 一定是穿着白大衣 做实验 那不是不一定是这样的 啊 特别是在本科阶段 是给学生呢 打一个基础 为学生的未来的发展呢 做一个准备 好 这张幻灯片呢 实际上是学校网上 一些不同的 毕业生的这个story 然后呢 截图 把它截 截图接下来凑在一起的啊 有兴趣的老师呢 可以上奥克兰大学的网站 进一步去看 这些学生 他们呢 学完理科之后 在未来的工作生涯中呢 都在哪些领域呢 取得了成就 所以呢 这其中呢 有提到 有做这个research 有做科研的 有做教学 有做交流 包括这个下边这个中间 有这个business and finance 有商业 有金融 比如说 像学数学的学生 统计学的学生 计算机的都有可能 当然呢 还有我们这个右下 有这个IT Telecommunication and data science 等等 所以总之呢 理学的话呢 可以给学生呢 在不同的领域 开拓这个未来 那么我个人觉得 如果是本科学理科的学生 之后工作了之后 想进一步进修研究生 比如说想望商科的发展 那么它很容易 理科本科之后呢 商科的话呢 可能学一些这种 比较general的这种硕士课程 往其他的方向发展 那么反之的话 如果说是一个商科的本科生 之后再学理科的研究生 那么这个就会比较困难 好的 下边往下走 好 那么很多学生呢 和家长呢 就都问到呢 我能不能找到工作 我学什么 好找工作 这个问题说实话 没有一个 这个唯一的一个答案 那么找工作 在现在这个世界 都是有挑战的 那么能不能找到工作 除了你的专业知识 除了你有一个 非常好的学历 此外的话呢 还有你其他各方面的 这个个人的素质 还有个人的能力 那么在我们奥克兰大学 包括在我所负责的 这个Faculty of Science 我们呢 要求毕业生 在这些方面 都有自己的这种成就 能取得这种进步 除了专业知识之外 我们要求学生呢 有这种批判性的思考 那么所谓批判性的思考呢 并不是说这个指责 是批判别人 或者指责别人 而是说呢 你要有一个分析问题的能力 你要能够从不同角度的 去看这个事情 然后呢 你要有一个非常公正的 没有偏见的 这种思维的方式 那么同样呢 还有呢 也要允许别人 来发表不同的看法 然后呢 寻找这个解决问题的方式 还有就是这个沟通 交流 那么我们很多中国学生的话呢 也非常善于学这个专业知识 但是呢 可能英语能力会差一些 那么呢 他们就要知道 他们或他们的家长 就要知道呢 要不断地去学习英语 以后未来 在这边的工作和生活 除了专业知识之外 这个语言交流能力 与人的沟通能力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此外呢 还有独立性 还有这种 不断学习的这种意愿 所以这些的话呢 都是我们要求毕业生 能够在这些不同的方面呢 在学习中呢 都能够得到发展 好 这个这张图片中的 这个这张照片呢 这个中国的女生 这个女孩子呢 他也算是一个非常 一个比较successful的story 这个同学呢 叫杨开文 他是从上海来的 他以前呢 是在上海海洋大学学的本科 之后在我们奥克兰大学呢 读的是海洋学的硕士 非常开朗的一个女生 也非常的独立 那么他非常幸运 现在呢 在我们奥大的海洋科学学院工作 也是我的同事 并且他也呢 协助我呢 和我一起呢 做一些这个 和中国的这个校级合作 现在他在新西兰的生活和工作呢 也都是非常愉快的 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同样啊 还是讲到这个找工作 除了专业知识之外呢 澳大 无论其他的任何faculty 我所工作的science等等 整个学校 我们都是给学生呢 非常大的关注和帮助 协助他们去找工作 在这张幻灯片中呢 有一个字叫employability employability啊 不是employment employability实际上是就业能力 那么在奥克兰大学学习期间 学校会非常着重的 给学生提供机会 培养他们的就业能力 我们没有办法 为每一位学生找到工作 但是我们培养他们呢 将来有没有能力 在社会上生存 能够找到工作 那么在澳大呢 有一个团队 英文的简称呢 叫CDES 它是全部呢 是career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services 然后呢 这个团队呢 非常的优秀 他们就是协助我们国际部 协助各个学部的老师 专门给学生提供这个 职业发展和就业的这个帮助 你们可以看到 他们提供的一些 这个服务 包括最后的一点 很重要呢 就是学生在毕业之后的三年 仍然可以回到学校 联系这个CDES的这个员工 寻求帮助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刚才讲了 理学呢 理科呢 是一个非常大的学部 在我们这个学部呢 有超过50多个专业 我在这里边呢 只是罗列了其中一部分 这个有些专业呢 是在本科研究生 博士都有 还有一些专业呢 可能只在研究生 或者是博士 好 那么我们就 这些专业 我们就不一一过了 我就简单的提几个 第一个呢 在这个大数据科学 大数据科学呢 实际上是计算机 和统计学的一个结合 大数据科学呢 现在也是比较热门的一个专业 我们呢 无论在本科 还是在研究生都有 下一个 心理学 心理学呢 我就要讲一下 经常有老师 家长还有学生问到呢 这个心理学 有在Bachelor of Science底下 也有在Bachelor of Arts底下 那么它有什么区别 好 无论是学生读的是 文科的本科 还是理科的本科 心理学的课程 全部都是理学院开设的 他们读的这个 心理学的课程是一样的 那么区别呢 是他其他的选修课 如果一个同学呢 除了读这个心理学之外 他还想读统计学 或者他还想读这个生物学 他想研究这个人的头脑 是怎么样和这个心理这样配合 来这个工作的 那么他的这个学位 就是Bachelor of Science 理学士 那么另一个同学呢 也是学心理学 此外他还会修一些 这个政治学的课程 或者是学这个社会学 还有上次一个同学问我 他想学心理学 此外的话 他想学韩文 可以呀 那么这个学位 出来之后呢 就是Bachelor of Arts 所以基本上区别在这里 好 然后呢 下一个我要提到 这个生物医学专业 Bachelor of Science Bio Medical Science 生物医学专业 生物医学专业呢 是奥克兰大学 入学门槛呢 可以说是最高的专业之一了 这个专业呢 是学生可以就是修三年的 生物医学 拿到理学士的学位 学生也可以通过他 先读第一年 之后的话呢 看看有没有机会被选拔呢 继续读这个临床医学专业 进这个离床医学专业的话呢 学生有两个渠道 一个渠道呢 就是通过这个生物医学 Bachelor of Science Bio Medical Science 读一年 之后的话 另外另一个渠道呢 是通过叫 Bachelor of Health Science 大家简单的讲是这样 好 最后呢 我们还有非常好的 这个环境 和环境相关的这个专业 好 然后呢 这张幻灯片呢 你们看到 我在这个第二行啊 这个信息技术 统计旁边写了一个叫 Burstplace of R OK 那么接下来呢 我呢就说明 要稍微讲一下这个 这个R 好 好 不知道在座的老师 有没有来自于 这个计算机背景的 没有问题 没有的话也没有问题 实际上我个人 我自己的话 也不是来自于 这个理科的背景 好 那么我们可能都听说过 这个什么 C语言 我们可能也有老师听说过Java 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R语言 R语言呢 是现在大数据科学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统计学语言 R语言的开发 是在90年代 是在奥克兰大学的统计系 这是为什么我们说呢 R语言的诞生地 在奥克兰大学 那个时候呢 我们有一位教授 他的名字叫Ross 以R开头 是他为主要的开发人 此外呢 他有一个合作的老师 那个老师是加拿大人 当时呢 也在奥大统计系工作 那个老师叫Robert Gentleman 所以他的名字呢 也是以R开始 这就是为什么呢 这个是这个叫R语言 像我呢 在两年前去印度出差 参加这个招生 那么在印度的话 专门有学生呢 来问 这个Ross Ihaka这个老师 是不是还在奥克兰大学工作 因为呢 对他们来说呢 他们搞这个研究的 所以这些学生呢 就非常知道 这个R语言的这个重要性 好的 所以大家记住 这个R语言的诞生地 就是在奥大的统计系 好 那么刚才我们讲了 讲了有这么多的专业 那么有些学生 或者家长 很明确 这个学生的话 他的兴趣在哪里 而有一些的话 就不太明确 不知道该读什么 没有问题 那么慢慢的协助学生呢 开发他们的兴趣 我觉得一个呢 就是看 他在上中学的时候呢 他比较喜欢读什么课 如果他非常厌烦的课程 那么在大学里 他如果硬着头皮去读的话 那恐怕会就读不好 所以呢 同样 这个是学校网上的一个截图 有时间的话呢 在座的老师呢 可以花一点时间呢 去奥大的网站看一下 奥克兰大学的网站 整体来说呢 还是比较好用的 能够搜寻到很多不同的信息 所以像这个网页上呢 就有讲到了 你是不是喜欢数字 是不是旁边 左手边 Do you enjoy working with numbers and data? Do you enjoy working with people and outdoors? 你是不是喜欢和人打交道 然后点击进去的话呢 那么都有这种不同的选择 告诉学生呢 可以探索哪方面的学习 那么还有很重要的就是 在刚开始的时候 如果学生决定不了 一定读哪一个专业 没有问题啊 在申请的时候呢 可以提交不同专业的申请 那么比如说 学生刚开始说 我又想读计算机 同时的话呢 我又想读这个会计 我现在决定不了 我是想读理学还是商学 没有问题 两份申请的话 可以同时提交申请 如果学生达到要求的话 学校会发两份录取信 那个时候学生在做决定 我到底学哪一个专业 好 那么我们这个理学的本科呢 实际上就是有两个program 有两个课程 第一个是叫Bachelor of Science 三年的本科 那么我们的做法通常都是把专业 搁在阔湖里面 比如说Bachelor of Science 阔湖 Computer Science OK 好 它是一个三年的理学士 学生可以选单专业 也可以选双专业 同样在你们替学生提交申请的时候 那个时候没有必要决定 单专业还是双专业 我建议刚开始提交申请的时候 就提交一个单专业就可以了 那么学生到校之后 在开学前 专门会有老师辅导他们 以至于学了一个学期之后 他都可以决定再加第二个专业 所以我们非常灵活 刚开始呢 就不用一定决定 是单还是双 那么单专业双专业 年限是没有变的 都是三年 学的课的门数也没有多 当然那么学费也是一样的 所以single major double major都可以 我们鼓励学生读double major 这样的话呢 为他将来的就业 可能会更增添一些优势 好 第二个专业呢 是叫高级理学士 容易学士 Bachelor of Advanced Science Honors 这个 它是一个 这是一个四年的 高级理学士program 好 这个 课程的话呢 它比较适合于 对学生 对自己在未来 在理科的发展方向 比较有一个明确的 认识的 这种学生 比如说有的学生 非常优秀 他呢 非常清楚 我将来 我就是想学习 想研究天文 天文物理 OK 那么好 我们呢 就建议这些学生呢 读这个四年的Advanced Science 所以你们看到呢 这个四年的呢 就是一个单专业 它是在某一个特殊的领域 做深入的学习 适合于那些 对自己未来的方向 有明确的认识的 决定的学生 并且还有一点呢 优秀的学生 读完这个四年的 Honors Degree之后 有可能可以直接进博士 因为呢 这个四年的本科的第四年 实际上呢 已经是在做硕士的研究了 所以呢 我们这个理学式的 Undergraduate本科呢 就是这两个 不同的Program 好 这个刚才我已经讲到一些了 左边这个呢 左边的这个是Double Major Double Major就是双专业 Double Major可以 Single Major也可以 这个是在那个三年的Program里边 好 我们鼓励学生读Double Major 但是不一定 那么实际上对中国学生来说呢 也许读Double Major呢 不一定是一件坏事 因为呢 我们中国学生 比较习惯于来自于一个 给他硬性规定好的 课表的这样一个学习环境 如果让他读Double Major的话 有的时候他倒不太知道 怎么样选课了 反而更麻烦 所以呢 这张图片呢 我们讲的是呢 是这个生物学 加上这个地质科学 这两个比较相近的专业 我们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搭档 当然和其他的也可以 好 右边的话呢 叫Condroined Degree 那么就是双学位 双学位和双专业是不同的 双专业的话呢 就是出来学生拿的是一个学位 比如说是理学士 主修生物学 主修地质科学 好 那么 Condroined 双学位 出来的话呢 是两个学位 这里举的例子呢 是法律 加上Science 加上理科 那么这个的话呢 要多一年 Condroined的要求学生的能力比较强 学生也是同样 不一定刚开始就决定 在学习的第一年 可以往里面加 那个时候再决定都可以 好的 接下来呢 下面两张幻灯片呢 我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澳大的这个网站 接下来这个两个呢 都是学校网页的 官网的这个截图 好 我们呢 首先官网呢 我们每一个program 都有一个叫program page 那么上澳大的主页 搜寻 比如说你就搜 Bachelor of Science 或者你去搜 Bachelor of Arts 每一个program 都会出 类似这样的一个网页 这个的话 只是这个网页的 上面很小的一部分 往下拉的话 还有很多的信息 然后它还有不同的tab 你可以看这个入学标准 可以看学费 还有呢 和这个program相关的课程 不同的专业等等 所以记住呢 这个program page 还是非常好用的 好 那么此外的话呢 除了这个program page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叫subject page 除了这个课程网页 我们还有这个主修科目的网页 那么有的学生说了 我想学psychology 但是呢 我想进一步了解一下 这psychology到底都是学些什么 而且这个psychology呢 未来的就业方向 大概有哪些 同样 这张幻灯片呢 是一个节评 首先第一呢 下边有这个 subject overview 大概有讲 psychology是怎么样的 你要往下拉底下 还有很多的信息 那么右边的话呢 where can psychology take you psychology能够带领 能够让你未来有什么方向 这里有些介绍 此外的话呢 这个右下 我们有看到呢 psychology在哪些层次有教授 有本科 有研究生 还有博士 那么点击的话呢 就会有进一步的介绍 在本科层次 psychology学什么 有什么课 在研究生层次 psychology有什么等等 那么同样 上奥克兰大学的网站 我们的主页上 你可以search任何subject 你可以searchmusic 那么就出来了 music澳大有哪些option 未来的就业方向 你可以searchstatistics 统计学 所以还是非常好用的 好 接下来呢 我呢简单的讲一下呢 我们的研究生的专业 同样我们理学部的话呢 有很多的研究生课程和专业 这张幻灯片呢 我只是罗列了呢 其中比较主要的课程 首先呢 我们最主要的 也是最传统的一个学位的话呢 叫master of science 这个master of science的话呢 可以是一年120学分 也可以是两年 240学分 那么在中国呢 有本科学历的学生 都是要进这个两年 240学分 一年120学分的 这个呢 是适合于 在新西兰 比如说 咱们说在另一间学校 已经读了PGD PG Diploma 或者说呢 在中国有这种年一研究生一年级 学习经历的学生 这个master of science下面呢 有30多个不同的专业 这里呢 我就没有列它 但是前面有一张幻灯片 我罗列了很多 其中呢 在这个master of science底下 好 然后呢 下面的几个 下面两个 一个是环境科学 还有一个海洋型科学 这两个也是我们近年开的 是两个都是180学分 一年半的研究新课程 在这个两个专业中呢 学生可以选择受课型 也可以选择 这个研究型 都是有不同的选择 所谓受课型的话呢 就是以上课为主 然后呢 做小的研究项目 小的这种research project 那么研究型的话呢 就是以论文为主 此外的话呢 配合少量的上课 好 下面几个的话呢 都是和计算机相关的 也会近年来比较热门的呢 几个这个专业 接下来呢 我单独有两张幻灯片 专门介绍这个信息技术 还有大数据科学 OK 好 Master of IT 这个专业呢 近年也是招生比较多的 我们中国学生 也有很多世界各个国家的 包括还有很多的印度学生 这个专业呢 它的一大亮点呢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第二点 我写的 有一个十周的企业实习 那么这个十周的企业实习呢 到目前为止呢 都是学校为学生安排 安排学生到新西兰的一个公司 或者一个单位呢 去实习 那么在过去的几年中呢 我们非常高兴呢 就是有70% 参加实习的学生呢 都有在继续在自己的实习单位呢 有继续就业 所以这个我们也是非常高兴的 那么这个Master of IT专业呢 它有三种模式 适合于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 120学分一年 180学分 也就是一年半的学习 然后呢 240学分为两年 取决于学生的不同的背景 入学的话呢 是每年的2月 7月 还有11月 11月呢 这个目前呢 我们只是接收 240学分的 这个背景的学生 好 那么大致的入学要求 具体的入学要求 学校官网上都有 那么大致的话呢 就是本科学历 相关背景和无相关背景都可以 无相关背景的学生 就要读那个240学分 也就是两年的 那么比如说呢 有一位同学在中国大学本科 学的是化学 之后他想往IT方向发展 没有问题 可以的 修这个240学分 也就是两年 在过去的几年中呢 我还接触过这个中国呢 学英语的学生 有两位男生 我记得 在中国呢 是学语言的 英语能力很强 但是呢 想往这个方向发展 可以 然后他们呢 也都读了这个240学分 OK 好 成绩上的要求呢 就是GPE 4.5 GPE 你们就把它理解成 奥克兰 相当于奥克兰大学的GPA 4.5 待会我有一张幻灯片 专门讲到这个GPE 4.5呢 相当于中国的 大约 大约均分 77到80 77呢 就是这个 211985 80的话 是双飞院校 就是飞211985 那么雅思就是6.5 单向不低于6 OK 所以这个是Must of IT 好 然后这张幻灯片呢 我们专门介绍一下 我们的数据科学研究生课程 So Postgraduate in Data Science 好 这个呢 领域呢 我们目前有两个 Program 对 为什么有两个呢 实际上它是有一点历史的原因 下边这个Program Master Professional Studies Data Science 这个专业呢 已经开了差不多有五六年了 然后呢 之后的话 在过去大约三年 学校又开了 Master of Data Science 来事于 这个不同背景的学生 到目前为止呢 学校展示还是保持的 这两个Program 目前呢 还没有把它合并在一起 这就是为什么 有两个专业 好 Master of Data Science 有两个模式 180和240 180的话就是一年半 240学分就是两年 入学的话是2月7月 但是呢 目前呢 这个7月份的话呢 是只是180学分 为什么呢 因为大数据科学呢 非常的火 因为我们现在呢 没有足够的教职人员 来这个 这个同一门课 一年开不同的次 多开几次 目前我们还没有 这方面的教学的资源 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呢 就是只是180学分 7月份有 好 入学要求呢 同样就是本科学历 但是要求有相关背景 什么是相关背景呢 就是这个 来自于大数据 本科的学生 近这个180学分 来自于计算机 或统计学 背景的学生 就是近这个240学分 那么目前呢 有大数据本科学位的学生 目前还不太多 因为大数据科学呢 是近年来刚刚开设的一个专业 像奥克兰大学的大数据本科 可能差不多是在两年前开的 那么应该到明年 应该就会有第一届毕业生了 好 入学标准和刚才的那个Mast of IT一样 中国大概77到80 OK 好 下面这个呢 Mast of Professional Studies Data Science 这个专业就是一年 120学分 一年入学两次 它呢 适合于本科学位 需要有相关背景 另外呢 有三年的工作经验 它比较适合于呢 已经在职工作的 这个工作人员 来进一步来进修 成绩上的要求稍微低一点 中国的75到78.5 然后呢 亚思就是6.5 这个都一样 好 那么简单的看一下 这个呢 就是我们理学的这些专业的 大致的入学要求 我们先看一下 右边的这个table 首先呢 这个是奥克兰大学 以及呢 新西兰的所有的八大 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制度来走的 所以这个是新西兰大学的这个 grading system 评分的标准 每个学校 以至于呢 同一间学校的每个专业 会有小小的差异 但是大致这是给大家一个guideline 所以在新西兰的大学呢 GPA是从0到9 那么呢 它相当于这个ABCD是怎么样 然后相当于百分 这个都是新西兰的制度 好 右边 不好意思啊 左边 左边的话呢 首先我们看到 我有不同的地方都提到GPE E代表什么 E呢 就是equivalent 相等物 同等物 那么 在中国学习的学生 无论是在中国 还是在马来西亚 还是在英国 他们那边的成绩 我们要把它折合成澳大的GPA 那么我们就不叫GPA 我们在学校内部呢 我们就管它叫GPE OK 所以呢 在奥克兰大学的网站上呢 有一个GPE计算器 今天呢 我这个换通片里没有 有兴趣的老师的话呢 可以呢 上我们的学校网去试一下 用一下那个计算器 比如说有的老师说了 哎呀 我有一位同学 这个同学呢 以前是在马来西亚读的本科 他这个成绩呢 折合成澳大的成绩 大概是多少 是这样的 你们可以呢 试着用这个计算器呢 去计算一下 然后试一下 看看 折合成澳大的GPE 大概是多少 你就知道 它是不是有可能 达到录取要求 好的 Bachelor of Science 理学是 理学是 那么GPE呢 就是3.0 那么 当然了 这个 这个我们本科的话 我们都接受 新西兰的这个NCEA CIE 接受这个国际上的 这个IB A Level 还有当然我们接受 这个Up Education 还有Taylor's的 预科 此外的话呢 我们也接受 中国的高考成绩 那么目前呢 我们奥克兰大学的 高考的分数线呢 暂时还没有公布出来 因为呢 学校呢 在经过 这个学术管理的 最后的这个批准 那么我们希望呢 在6月间呢 奥克兰大学的 高考分数线呢 就能够评估出来 那么同时 现在的话 如果有学校 已经有去年的 高考成绩 学校是接受的 学校目前呢 是Case by Case 按那个个例来处理 好 那么高级理学是 Bachelor of Advanced Science Honors 入学标准稍微高一点 GPE 5.0 你们可以相对着看 这个5的话 差不多相当于平均的是B 亚思也稍微高一点 亚思6.5 单向不低于6 OK 好 然后呢 就是这个研究生 Postgraduate Postgraduate入学标准呢 基本上是在 4 4.5 至于到5 有个别专业要求比较高 5.5或6 但是大部分呢 都是4到5 然后亚思的话是6.5 单向不低于6 那么关于这个亚思成绩呢 实际上我们奥克兰大学呢 有这种破例 这个给学生特许 如果有学生呢 比如说亚思 他没有达到6.5 单向不低于6 还是有可能被澳大接收的 学校对这个 有这个特许的规定 这个特许的规定呢 一般就是说呢 reading and writing 写作和阅读 必须要达到要求 而口语和听力 可以稍微允许低一点 学校要经过特许 这种情况还是有的 好的 最后呢 就是提一点建议 当然在座老师应该都清楚了 你们可以把这些建议呢 转达给学生呢 和这个家长 然后就是我们鼓励学生呢 尽早提交申请 国际学生呢 是不需要 没有申请费的 此外我刚才也讲到了 可以呢 同时的提交 不同专业的申请 实际上奥克兰大学的系统呢 是允许学生呢 同时提交6份不同的申请 当然我个人觉得 6份太多了 自己可能都 都搞不清楚申请了哪些了 但是呢 适当的提交个两个 三个不同专业的申请 那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 很多学生不知道 我们都跟他们讲 鼓励他们 开始没有英语成绩 没有问题 先提交申请 之后的话呢 再补交英语 先拿到有条件录取 然后最后就是 奥克兰大学的 附属语言学院 ELA提供非常好的 这个英语支通班的课程 我们也鼓励呢 学生呢 去ELA呢 进修英语 OK 好的 最后一张幻灯片了 几乎到最后了 同样 这个是我们奥大网上的 网页的截屏 同样 去home page 可以搜索一下呢 agent resources 这是一个公开的网页 不需要login 不需要什么密码 search agent resources 你会在上面呢 查到很多的信息 查到推广奥克兰大学的 照片 video 视频 还有一些学生常用的表格 还有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册子 有很多 还有怎么样去寻找program 在这个agent resources中都有 所以呢 希望大家也可以去试一下 OK 好 最后这个呢 我相信在座的老师都知道了 然后呢 可以把澳大的官微呢 推荐给学生和家长 我们澳大的官微 每周的话 也还是出很多不同的信息 我们国内说叫干货 有些的话 也是非常有用的这种建议 那么包括现在呢 这个COVID-19 学校的话 还是学校领导呢 还是在根据目前这个局势的发展呢 不断在做这种更新 做一些新的这种规定和改变 同样呢 我们也建议呢 在做老师 还有这个学生和家长呢 去关注这个澳大的官微 好的 然后呢 今天我差不多就讲这些 我刚才注意到 好像有老师问问题 好像Jessica已经 替我回复了 我还没有时间看 我想说等你讲完之后 我们再回复 他就问我们的那个Professor R 还在不在UA 他已经离开了 对 这个那个R的话呢 R Ross-Ihaka呢 这个老师退休了 所以呢 但是现在的话 他还是时常回澳大呢 参加学术活动 奥克兰大学每年呢 还举行 叫Ross-Ihaka Lectures 就是以他来灌名的 一系列的大书记统计学的这种年会 但是这位老师呢 目前呢 已经退休了 对 好 然后还有一个老师问呢 Master of Science 是不是也有180学分 对 很好的问题 没有 这个Master of Science的话呢 目前呢 就是120学分 和240学分 180学分的Master 都是奥克兰大学近年来 咱们可能说 咱们说近五年吧 五年六年 或者 不断在开发的 这种180学分的 这个专业的话呢 目前我们都 直接就叫他的名字 比如说像 Master of IT Master of Data Science 而不是说 叫传统的是 Master of Science 扩服什么专业 好的 所以这个呢 是没有180学分 好 OK 然后 看看还有没有 其他的问题 对 我们的分享 暂时到这里面 看看有没有老师 或者是同学 有各种问题 Hello Jessica 你好 你好 那个Jessica 你好 然后Lee 老师 你好 我想问你一下 就是关于这个 一个学生的case 因为他是已经签约下来了 学生 学生本身是17年 毕业于海南医学院 但是呢 他是这个 拿到的是管理学的 学士学位 那学生他想 重新再读一个 我们澳大的本科 而且他想读双学位 就Double Major 在Science下面 他想学 Psychology和 统计学 请问学生 我看过他的这个成绩单 还是非常不错的 大概均分 在85 95 这样子的徘徊 那学生有资格 直接去申请 这个大一吗 可以啊 所以这个同学的话 他已经在中国 有本科学历了 是吧 是的 是的 对 他是文科管理学的 没问题 OK 他有本科学历的话呢 他重新再想 读另一个本科 但他不能重新再读 他已经读过那个本科 但是你刚才讲了 他有兴趣读 心理学加统计 这个和他过去的管理 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呢 他是可以直接提交申请 直接从大一读起的 太好了 那我想问您 对 就是我们在帮学生 去申请 double major的时候 这个时候 要怎么去操作呢 是 对 就我所知的话呢 在系统里边 是你可以选 两个不同的 major 对 然后再跟admission去说 就是我这个学生 他是想学 double major的是吧 不用 你应该不用跟admission说 你应该在 agent portal提交申请的时候呢 他就有选择 让你填两个 major 哦 太好了 行 那我知道了 谢谢您 对 好的 不客气 好 我们在chatbox有一个问题 是 方舍问的 对 好的 方舍 对 是工学学士 想读数据科学或项目管理 我觉得呢 这个读这个数据科学的话呢 需要你在本科期间 有读过比较深入的计算机课程 和统计学课程 OK 所以呢 就要看你这个工学士中呢 是工学我不知道你读的是什么专业 但是呢 读数据科学 要求学生以前读过计算机和统计的课程 如果你只读过其中一方面 如果你只读过计算机课程 而没有过统计 那么老师的话 可能让你在数据科学之前呢 加一个桥梁课程 老师你好 我可以问几个问题吧 可以可以 你讲上去 我学的呢 就是那个计算机应用与管理专业 计算机科学啊 应用与科学 对 就是但是没有学统计方面的课程 对 OK 没问题啊 你这个情况的话呢 就是主观老师呢 要看你过去的学的具体的课程 你这个情况 我听的话呢 很有可能 他会要求你进大数据科学之前呢 也许会让你加一个半年的桥梁课程 这个半年的话呢 可能会让你 补这个统计学的 本科的课程 这个GPA这些是什么东西啊 GPA的话呢 GPA是奥克兰大学的这个分数的制度 GPA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要看GPA或GPE 看学生有没有达到分数线入学标准 我是这样的 他只发了一个档案带给我 当时也没有把那个考试成绩留下来啊 你是说在中国的成绩吗 是啊 中国的成绩在档案带里面啊 OK 这个的话呢 我建议呢 让这个领航的老师呢 去你呢 看一下你的成绩 看看缺什么东西 我不能猜那个档案 一猜就做费了 他是直接给用人单位的 您可以去学校 开一份 去教务处啊 学校的教务处 还会有您 应该会有您的档案 我知道华工 因为现在 要华中科技大学了 但是学校呢 华南理工 华南理工 您是华南理工对吧 OK 还是可以去学校开的 学校会有你的记录的 或者说您 一定要学校开一个证据 是吧 对 也需要有学校盖章的文件 这样 对 您可以相互加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 我们可以 对 对 对 看一下你 用一个 我您的学校到了 那个 呃 想带小孩过来一起读 行不行啊 可以的 读硕是 读硕是 您可以带一个配偶 对 这个的话 我们可能要去 就详细跟你讲解一下 对 您带孩子 可以过来读硕士是可以的 对 好 对 然后呢 Hunter 我建议呢 就是找这个领行的老师呢 给你一些具体的指导 领行的老师 对我们学校的这个专业呢 都是非常了解的 而且呢 实际上呢 就是在 向学校申请中心 提交文件 这个方面 也许他们可能 比我经验更多 我雅师只考六点零分了 就是那个口语没考好 对 对 对 OK 没有问题 同样呢 跟这个领行的老师交流一下 然后呢 我刚才也讲了 我们学校呢 也有 也有这种英语特许的时候 当然这个特许的话呢 学校也是有一定的 要求的 然后另外 这位同学 你还提到呢 这个项目管理 对我们也有项目管理专业 是在我们的工学院 Faculty of Science 那么同样呢 我也建议呢 领行的老师到时候协助你呢 大数据科学和这个项目管理 这两个专业呢 同时提交申请 让学校来考虑 因为我是PMP嘛 我是考过的 OK 对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 现在有一个留言 加一下领行老师的这个微信 然后呢 我有一个什么李静的那个什么微信呢 好的 那就跟李静老师联系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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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老师 对对对 李静老师联系 非常知识的一位顾问 所以 不好意思 我打断一下 我想问一下 李老师的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学生是读商科 本科毕业或者读那些 其他的非科学类的这种 非科学类的这种 本科毕业 对对对 就是比如说 因为IT专业还是一直都比较有 比较有名嘛 就是然后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在 包括我的学生在奥克兰大学 就读这个IT硕士 而且就业的话 都取得蛮理想的一个 成绩和结果 取得非常好的 然后但是就是我想问的是 像有些学生 他如果他在国内读的是 工商管理本科 或读的什么 商务英语本科 他的GPA也达到要求 然后呢 他在毕业之后有过 比如说有的学生 有两年工作经验 有的有三年的 这个IT相关的工作经验 这种项目下 他可以拿的是 240还是180 对 OK 明白 好的好的 这个的话同样呢 要这个专业的主观老师 做最后的审理 要看他的工作经验呢 到底和这个专业 有多少相关程度 OK 那么我只能说呢 我现在给不了答案 要看学生具体的背景 有可能 如果他的工作经验 证明呢 他确实在IT方面 是有 过去有足够的背景知识 那么有可能是180学分 OK 当然如果他们觉得 他这个工作经验呢 不够专业 尽管和计算机有关 但是不够太多专业 那么有可能呢 就是240学分 需要老师的来评估 那么我建议呢 提交申请的时候 就提交180专业 如果学生呢 没有达到这个要求 学校不会说就给他拒了 那么学校会说 你的成绩够了 但是背景差一些 我们建议你读240学分 我有很多那个职业证书啊 那个IT方面的职业证书 基本上都拿权了 除了安全方面的 对 那你的话呢 就写一个一页到两页纸的 个人履历 个人介绍 然后交给领航的老师 让他们替你呢 一起向学校递交 谢谢丽老师 对 还有一种情况是 最后我打断一下 就是有些学生 他的GPA可能会差一点点 比如说你们的GPA的 这个标准77到这个80之间 那有些学生可能 他的GPA是75 他也不是Io 不是985 这种情况下 有没有可能 就是获得这个PGC 先读个PGC半年 如果均分达到B了 之后再去上赶这个Master呢 对 这个要看专业 就是 对 就说不是所有的专业呢 都有这个PGC 而且呢 不是所有的专业都有PGD 但是呢 在有些情况下 有些专业 学生的分数呢 咱们刚才说 那个什么77 78 那个都是大致的 对 所以呢 在有些情况下 可能稍微低一点的话 还是有被 还是有可能被录取 所以呢 就建议呢 提交申请 让学校的申请中心 做一个全面的审核 好的 非常感谢 好的 非常感谢丽老师 谢谢啊 好的 还有其他问题吗 如果没有的话 可能我们今天就结束了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啊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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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他 谢谢他 拜拜 谢谢老师啊 拜拜 好谢谢 拜拜 好谢谢 谢谢 谢谢